啥啥啥 接着了 你说 机甲大嫂骗你 你还跟她断绝关系 又这么严重吗 有 当然有 那好 你说机甲大嫂骗你啥了 那要先从我们第一个儿子说起 你们看 你们的机甲大嫂和我 梦想中孩子 应该是这样 这样 还有这样的 不料 确是这样的 哎 大佬 孩子刚出生嘛 都瞅 痒痒就长开啦 长长就好看啦 浪小子 当时我也是这么想的 你看他现在脱下机甲后 是什么样子 这个嘛 大佬 这个得富 这个概率还是有的 我当时也是这么安慰自己的 可当我们老二出生后 我彻底绷不住了 比老大还丑 但是大佬 这孩子生出的丑 要跟大嫂骗你 你要跟他断绝关系 有啥关系嘛 当然有联系了 连生两个丑孩子 我就怀疑你们大嫂子 我就怀疑你们大嫂 大佬 你说 哦 那个男的 两个孩子亲爹是谁 兄弟们 替你是讨公道 说什么呢 我怀疑你们大嫂整人了 然后 我就求发明家伯特帮我制造了一个颜值测试机 结果 你们大嫂原来的颜值竟然是 鉴定结果为 丑 我要和他断绝关系 大佬 你笑笑笑啊 对了 叫你们来是想把这个颜值测试仪送你们的 你们好提前测试一下你们蛋搭子的颜值 可别不我的后尘啊 你别笑笑笑笑 我绝对相信笑儿 美若天仙是天生丽质 我也相信 我家小子的化妆越貌 我家玉尔成玉洛雁 绝对天然 我敢保证 真的吗 不是 我们把笑座来测试一下 moments later 拜拜 浪哥 你火鸡火鸟的叫我过来干啥呀 不知道我还在寄播呢吗 我正在找你下粉丝嘛 拍我录视频呢 我这么走了 说怎么回事呀 你们先别生气 看看这个是啥 严重设议 没错 大家都怀疑你们整个容 或者过度化妆 才能这么美的 所以今天 我们就让你们证明给大家看 我不要 我不要 拿来吧你 兄弟你别跑啊 就测试一下嘛 没什么呀 一样测你测 我的美貌呀 不容别人判断 与此同时 育儿小子他们 育儿姐姐 车怎么到处是家当啊 我也不知道呀 这灰哥八咖 这是要给咱们鬼绒呀 我来 糟了糟了 我把颜值测试机里面的程序 和毁容机的程序安装反了 你们还没给你们的蛋搭子用吧 啥 发明家伯特 这可不行开玩笑啊 确实 这台颜值测试机 装成了毁容机的程序 这句话 哦 啊 小哥 你们竟然 把我的好闺蜜 都给毁容了 骂 啞 搭死 回省 好好 Vehicle 咯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因为